那我们现在看一下Exercise 9之9 他说呢X公司 他来了一个新的 这个Controller 就是所谓的类似CEO之类的 管理者 然后呢他呢 重新去看了他所有的资产 然后呢对于这个 耐用年限跟估计产值呢 他有做了一些重新的一个review 好那在2017年 好他的一开始2017年的起初 他发现了下面的这两个资产 好一个是建筑物 一个是他的仓库 取得的年限 取得的时间呢是在 建筑物是07年的1月1号 取得成本80万 那在那个累计折旧 好这里你发现可以有错字 1月1号的 1月1号17年 有没有发现这个有问题啊 累计折旧在 20... 哎呀应该是2017年 有可能哦 因为他是取得年限是 2007年的1月1号 然后在2017年的1月1号 已经经过了10年 他的折旧 累计折旧有19万 然后呢 原先估计的纳佑年限有40年 好那我现在做了调整 估计他的年限呢有50年 那原来估计40年之后的 产值有4万 现在呢因为年限改成50年之后 估计产值有18000 然后再来仓库呢 我取得时间是2012年的1月1号 成本是10万块 然后到了2017年呢 我提累的折旧是18000了 好也就经过了12 13 14 15 16 好5年之后的折旧是18000 那原来呢 他的年限呢是估计25年 现在我改变了 这个新的那个西优呢 认为他只是 他全部只有20年的 纳佑年限 然后产值呢 原来是有1万 现在估计只有3700 好那所有的资产的折旧 他都用直线法 他都告诉你用直线法了 好然后呢我们是什么 Calendar Year 就是就是历年制 历年制意思是说 1月1号到12月31号 是他的会计年度 然后呢经过了这个讨论之后呢 这个管理这个他的Manager 管理者呢 管理单位呢也同意了 而接受了这个CEO的建议 好然后这个改变 然后第一个我们来算2017年 要提列的两种资产的折旧费用 好 然后第二个才是做他的分路 第一个先算他的金额嘛 好所以 看一下他的 怎么去算他的折旧费用 这个例子因为都是直线法 好所以呢我们说这是什么 估计变动既往不救 好所以呢我们从2017年的1月1号的账面金额来往下计算 他2017年经过这些估计变动之后的折旧费用 所以我们看一下呢第一个是建筑物 原来的成本是80万 在2017年的1月1号就2016年12月37号提完折旧之后的累计折旧 还有19万 好这是我的目前的账面金额 好减掉 我要算用直线法提列折旧 因为他的折旧方法没有改变哦 要用直线法 好 只是他的年限跟残值发生变动了 然后呢现在新的年限呢全部可以用50年 然后呢预期年数这个50年之后呢 就是现在开始算还有40年 好我的产值是18000 好这是我可折旧 目前开始2017年1月1号的可折旧成本 去除全部有50年 可是我前面已经用了10年了 好他估计这个建筑物全部可以用50年 你不能除以50哦 因为前面已经用了10年了 所以你现在多少 40年 因为2007年拿到的取得这个资产的 2007年开始算有50年 现在2017年的时候是40年而已 所以除40 这是我的建筑物的折旧费用 好 所以是80万减掉19万 好 现在是61万了 账面金额去减掉残值18000除40 所以我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是14800 好 这是我要提列的折旧费用 2017年要提列的折旧费用 好 再来看一下我的仓库 Wheelhouse 好 所以这个是估计变动 不硕既往 从我变动开始往后算 那再来看一下呢 另外一个是我的仓库 好 仓库我原始取得的成本是10万块 然后呢 在2017年1月1号就是我这个时候呢 已经提列的折旧费用是18000 所以2017年期出我的账面金额 好 然后再来 我估计这个资产全部可以用20年 好 那但是呢 20年之后的残值是37000 3700 好 然后我的目前2017年期出开始我的可责旧成本 然后我去除 全部20年啊 我钱笔记用了5年 1213141516 好 所以到2016年的12月37号提了5年 所以20年我是剩下多少 15年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0万减掉18000减掉3700 除15 所以每一年提的折旧费用是5220 大家看懂吗 好 这个就是估计变动 你怎么去做你的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那讲了半天 好 我们来做一下它的分路好了 好 然后我们还去写一下 它在资产负债表的表达 好 2017年12月31号 资产负债表 好 当然它告诉我是我们是历年制 所以呢 就是12月2017年的 12月31号 我要写的折旧费用 借折旧费用 借折旧费用 好 我现在把两个折旧费用合在一起 好 那我的折旧费用呢 两个加在一起呢 是一万两万零 一万四千 加上一万四千八百 所以是二零零 二零 好 那折旧费用我可能可以不用分 我这个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分路 好 就是我全部 当年度的折旧费用全部是两万零二十 但是我的累计折旧就要分 因为什么 累计折旧要跟着相关的资产科目 所以这边我的建筑物的累计折旧 一万四千八百 好 然后呢 我的仓库的累计折旧是五千两百二十 好 这是我要 我的分路 好 你不用写 借折旧费用 一四八零零 带累计折旧 建筑一四八零零 然后再写一个分路 借折旧费用 五千两百二十 带累计折旧 那个仓库 五千两百二十 可以不用这样子 我把它合在一起写 折旧费用 但是你的累计折旧 必须分开写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会叫做财务状况表 好 我的资产里面 the non-current access 非流动资产 好 非流动资产 这两个都算是非流动资产 所以我会怎么写呢 威胁Building 原始成本 八十万 减掉累计折旧 好 对不起 我就缩写一下 好 这样比较 不会占太大的空间 一开始有 这个2017年一开始有19万 2017年我提了一万四千八百 所以我全部的累计折就是二零四八零零 所以我的建筑物的账面金额 好 我写在这边 他的那个八十万 是五九五二零零 再来我有什么 warehouse 仓库 原来成本 十万块 到了2017年我的累计折旧 accumulated depression 原来其初有三千 其初有一万八 我现在又提了5220 所以是23 23220 好 所以 我的账面金额是76780 所以假设这个公司他就只有这两个固定资产 你就把这两个加起来 就是你的固定资产的账面金额 好 所以我这样写告诉你说 这个累计折就你要分 因为 他的科 他的金额要跟着相关 资产的科目底下 好 所以 这是你报表的写法 好 这是20 这个 exercise九之九 的B 他就要你写 他的分录 好 2017年 A呢 那只是要你算而已 好 那 刚刚的exercise九之七 他其实要你去报导他的资产负债表的报导 其实我刚没有写 那我这个例子我把它写出来 好 因为让大家知道一下 你的报表要怎么写 然后呢 那也要去证明 也需要去说明 为什么我的累计折就要分开写 费用我可以不用分开写 折旧费用就一个 好 但是我的累计折就要分开写 因为他各有不同的资产科目 要去什么 要去会诊 好 这是exercise九之九 这样有没有清楚了 好 那如果 这个题目里面我把它衍生一下 就改一下 这个2017年 除了他的年限改变 除了他的估计产词改变之外 同时我也改变他的折旧方法 好 我建筑物 我改变的折旧方法 我从直线法 改成年数合计法 然后呢 我的Walehouse 我从直线法 改为倍数余额地减法 请你算一下 2017年要提列的折旧费用 除了原来的数字 就是原来的 他改变他的耐用年限跟残值之外 都有 我现在都加了一个 他的折旧方法 从直线法改为 建筑物 年数合计法 Walehouse 倍数余额地减法 双倍数余额地减法 请你算一下 2017年的折旧费用 好 好 这边算完我们就下课 我讲得很慢哦 那每个动作都讲得很清楚哦 我认为 好 我认为我讲得很清楚 我不知道你们听的有没有很模糊 好 所以请你根据 这些的年限跟这个残值改变之后 而且我的方法也改变 请你算一下建筑物跟仓库在2017年要提列的折旧费用 好 如果是年数合计法 好 不管你是哪个方法 因为我的折旧方法改变 或者是我的估计变动 第一个我都要先算到我估计变动那时候的账面金额 这个不变 这个动作不变 好 我的这个时候 2017年的账面金额 建筑物就是61万 好 那因为年数合计法 我在计算的时候要先扣掉它的残值 好 所以这边不变 这里不变 好 但是我乘上什么 年数合计法的计算 一样剩下 因为我现在目前来讲剩下40年 所以分子是40年 然后我的分母呢 2分之40乘41 n乘上n加1 因为我现在剩下40年 全部50年可经过了10年了 所以我剩下40年 好 请你记得不要从50年开始算 因为你没那么多时间了 好 所以这样算出来 我的折旧费用 40乘41除2 所以是820 40乘41除2 820 40乘41除2 820 所以这边是820 我先写一下 所以是80万减19万减 残值18000 除820乘40年 所以是28878 好 如果我的折旧方法 从直线法改为年书和计法 那我2017年要提计的折旧费用 就是28878 计算公司就这样而已 好 那如果是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的仓库把它改成倍数余额递减法 所以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说了不管你改变什么方法 第一个动作 你都要先把它算到 你改变 不管是什么改变的账面金额 所以原来它的成本10万 那已经提了折旧18000 所以它的账面金额就是82000 好 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不用去管 残值 所以这边 2017年我是82000 82000怎么来 账面金额就10万减掉 18000的累计折旧 所以2017年的起初 我的账面金额是82000 好 倍数余额递减法 我现在估计什么 剩下15年 全部20年我已经用了5年了 所以剩下15年 15年的两倍 就是2017年我要提列的折旧 好 那因为这里一开始你就不用去怕 不用担心你的账面金额 会低于你的残值 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因为它离还很久 所以是82000除15乘2 所以它的折旧费用是10933 好 这是我的 改变了折旧方法 也改变了耐用连线残值的计算的结果 就这样而已啊 这样看懂吗 好 好 这样可以吗 好 那万一 我再讲一下 假设都没有 这个CEO呢 只是决定 我的折旧方法要改变 原来的 乌迹年限跟残值都没变 那你的折旧费用怎么算 我再重复一下 那exercise99 那个CEO呢 只决定说 我的折旧方法要改变 建筑物呢 改成年数合计法 然后呢 我的仓库呢 改成倍数余额地减法 那原来的 估计的年限跟产值都没变 都是维持原来的 请问一下你的 折旧费用2017你要怎么算 好 如果2017 我的残值 折旧都没有变 好 好 Use for life 跟残值 好吧 还是写我习惯的好了 都没变 建筑物还是维持 它全部可以用使用40年 残值一样是4万 40年之后的残值是4万 然后呢 我的仓库呢 一样维持25年 然后估计 从取得之后的25年 它的残值是1万 都没变 没有变动 这个估计的年限跟残值 我只是把折旧方法改变 你怎么去算它的折旧费用 2017年的折旧费用 请问我都没看到蚊子 为什么我其实被蚊子咬 好 都没有改变 这两个都没改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不管你是什么原因 不管你是什么改变 好 第一个 你先标准动作 都先算出来 那一天估计变动 或者是方法改变那天的账面金额 好 建筑物 账面金额我们前面已经写了 所以我就 直接把数字抓下来 61万 这是我的账面金额 好 然后呢 我的残值没变 所以我原来的残值 估计是多少 4万 因为直线 那个年数和记法 我要先把残值扣掉 好 好 一开始是40年 我现在方法改 我已经过了几年 过了10年了 所以2017年 我剩下什么时候 剩下30年而已 对吧 我现在原来估计40年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 2017年 我没有改变我的估计 还是40年 还是估计 这个 取得之后的40年的残值 还是4万块 好没变 只是我现在折旧方法改了 我把它改成年数和记法 好 所以 账面金额减掉 我估计的残值 好 年数和记法 因为我现在生了30年 好 30年 然后呢 我的分母是2分之30乘31 所以我的折旧费用就算出来了 好 所以是61万 减掉4万 57万 然后这边是15乘上 15乘31 465 好 所以是57万 除465乘30 所以是36,774 36,674 36,674 774 36774 就把四十算出来就好了 这样看懂吗 好 因为我说了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改变 好 不管是那个残值改变 那样年限改变 还是方法改变 都没关系 第一个动作你都算出来 你改变那时候的账面金额 然后再往下去算 好 因为我没有改变它的残值 一样减到四万 我年限没有改变 四十万已经过了什么 十年了 剩下三十年 四十年次过了十年 剩下三十年 方法 双倍数余额地减法 我不用管残值 我的账面金额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还剩下几年 本来二十五年 好 原来就是二十五年 我现在没有改变它的 估计年限 也没有改变它的残值 好 那只是 双倍数余额地减法 我的计算则就是非常有熟 先不用考虑它的残值 所以我没有减残值 然后我现在剩下几年 二十五年剩下什么 剩下二十年 所以二十分支 双倍数 所以我体内的折旧就是 八千两百 就这个计算而已 所以完全看它给你什么样的资料 你去做什么样的计算就可以了 这样看懂吗 好 所以我现在把exercise九之九 只是改变一个什么 西优呢 只是把它的折旧方法改变 其他都没变 建筑物改变为年数合计法提列折旧 然后仓库改变为倍数余额地减法 去提列折旧 就这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的折旧费用2017年 建筑物提列三六七七四 然后呢 仓库呢 提列就是八千两百 好 这是exercise九之九 我把它做了一些调整 然后去举 我们刚刚有讲过的 方法改变你怎么去做折旧费用的计算 好 好 好